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外面都沒有紙巾了 老公, 幹什麼? 外面都沒有橫妝紙巾了 好, 這裡有 這麼多人 很久沒見過你這麼投入 要帶手機來做 還是我們外面太吵? 我知道你在哈爾濱 習慣招呼朋友回家玩 放心吧, 我帶手機就行了 說在哈爾濱, 那裡的人 真是很死好客 我在那裡住了幾個月 全都學習他們的東西 知道你只顧著哈爾濱 也不是很想念, 我也不是很想再回去 加油 來… 這個湯底比四次好 好像我們在哈爾濱 打哈爾濱的味道 是… 因為這個湯底真的是在哈爾濱帶回來 是… 吃一包就少一包 之後我要鏡著吃 別說那麼多 來, 敬香杯 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在哈爾濱回來之後 整天都生我 每次都生同一個位置 對不起… 我在哈爾濱那裡習慣了自己一個人睡 你知道那裡的房間很大, 床很大 我睡著睡著, 弄得現在很煩睡 原來你也不是有心的 好… 那我回去睡一會 你小心點 這個時間播歌 早晨, 老公 你真的很有幸心 每天早晨都這麼早起床做運動 我在哈爾濱那裡習慣早睡早起 其實你這首歌真的很獨特 你不介意的, 不如換一首吧 其實是不是我吵了你? 不是 你現在去睡吧 其實我多睡一分鐘, 我要起床上班 我還是去擦一下 我先來… 你… 你要去廁所嗎? 對, 我已經做完運動 我現在上班 不要, 你…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衝好嗎? 你們這些臭臭的 你們這些臭臭的 你們這些廁所 你不要把廁所關掉 開門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怎麼了?給大小姐了嗎? 我交給大小姐那份計劃 打錯字了 你平時很少出錯 昨晚, 公葉叫叔叔來看球 在這裡吵圈巴巴 我根本也專心不了 不是, 寶貝說他們十點已經散場 公葉是夏業回來之後 很煩躁 我一晚被他弄醒幾次 那你星期六天睡回去晚點就行了 是, 我也想 但是現在早上早上 公葉一早起床 聽著大媽母音樂在這裡做運動 早上早上六點多就被他吵醒了 他這次回來好像變了很多 真可憐, 怎麼很辛苦 難得公葉在哈爾芬道這麼久 可以回來 這些小問題 我們一定能做得到 還有新兩句沒事的 吃吧 老公 老公 我那群哈爾芬的同事 剛剛來了香港 我想今晚請他們上來家吃飯, 好嗎? 但是今晚我有兩份計劃 要趕著交給大小姐 我要在家開加班 對, 你們出去吃吧 對, 出去吧 不好 他們都起床說想上來家看看 況且他們在哈爾芬的時候 老公經常請我去他們家吃飯 很照顧我的 我也明白 那我今晚在爸爸家開加班 你只要叫朋友上來玩 謝謝你, 老婆 今晚回來小心點 不要走路, 坐的士, 好嗎? 好,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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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這麼晚都還沒回來? 再見 你好 這麼晚還沒回來 公爺 朱姦 你們都在這裡嗎 我把你們的電話都沒人聽 別說了, 媽的胸 阿水昨晚做事就回家了 是呀 沒有, 整晚都沒回來 沒有? 那就奇怪了 還在這裡睡著 我經常聽不到房間裡有聲音 我還以為他走了 算了, 他在這裡睡了十八個小時 他一定很累, 我們別在這裡吵著他 先出去 來吧 還是睡得這麼軟 為什麼會這麼累呢 但雨痕沒有了 之前早日也不散 睡一覺好就馬上散光 但是休息真的很重要 是, 陳總 你想聊聊個項目? 行, 我現在過來吧 再見 朱姦 有個客人想找我, 我現在要出去 有事你先走, 讓他在這裡睡 睡吧 但如果媽媽已經起床了 你告訴我, 我想來接她 行… 九點? 我睡到第二晚的九點 怎麼搞的?我睡了這麼久 你沒人叫醒我嗎? 是 阿公也會很擔心我 阿公剛才上來找你 不過他要見客, 所以就走了 那我先回去 不用這麼急, 先吃水果 Merry姐, 聽人哥說 你已經睡了很久 是呀 是呀, 會不會阿公去蝦子筆這麼久 就很寂寞, 回來你在浴火分身 你很假如以前 什麼事?叔叔, 你的腦袋 是不是乾淨一點? 你怎麼解釋 如果不是浴火的話 你怎麼可以一睡, 睡這麼晚 睡這麼久 累了 其實也關公業的事 這樣會騷擾人嗎? 什麼?我覺得沒問題 仁哥, 你是蝦賓之友 你也這麼說 其實什麼都可以忍 但是不能睡覺是很難受的 有沒有考慮過 真的和公業嘗試這個別居分? 什麼?別居分? 就是分開住 這樣變成你們想見才見 你們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是不是? 還有你們的磨擦也會少了 其實外國很多明星都是這樣的 不如你和公業嘗試吧 好像寶貝這樣 他不喜歡我, 蟑螂三眼皮 我可以養在這裡 還有我肥老肥老肥的雙層 整個地上都是 他也聞不出, 喊了很多糕 你們還未結婚嘛 那當然不一樣 結婚就要住在一起 否則就要被人說閒話了 什麼?生活是他自己的 你那人說什麼? 謝謝你們的意見 我會好好地考慮一下 昨晚才看完,今晚不看了 還有以後看球,就去好爸爸看 不要上來我家弄得烏煙瘴氣 Andy,不跟你說了,再見 老公 這麼快回來? 我本來打算晚點去接你 不用了,我回來很快 老婆,對不起 我知道最近我的生活作息 令你很辛苦很累 我答應你 對,我以後都不會叫兄弟上來 還有,我在哈爾濱帶回來的 麻辣火鍋湯底,我全都丟掉了 為什麼?你不是當補的嗎? 我吃那些重口味的東西 糞便真的很臭,我不想臭你 還有,我早上跳的廣場舞 音樂很大聲,以後我就會戴頭套 還有,我晚上睡覺 我就嘗試在梳化裡睡幾晚 訓練到我在這麼窄的空間 每天都睡得著的時候,我就進房間 和你回來睡 但是睡沙發對腰骨不好的 對我來說,最重要是威風健健康康 開開心心 不如這樣吧,我有個提議 我們嘗試別居分 什麼?聽起來不像是好事 不是啊,作話呢,這期很流行的 就是兩夫妻分開住 說明兩夫妻怎麼會分開住?奇怪 奇怪 你先想想吧,如果我們分開住 我們各自可以有更多的生活空間 你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又不用為對方改變、犧牲 這樣不好嗎? 我沒有說我介意改變 那我不想你改變嘛 你是不是真的想嘗試? 要是這樣,我們先嘗試一個月 如果不可以的話,我們就回復原狀,好嗎? 好 謝謝老公 睡到十一點,自然醒了,真棒 好,來吧 好 來,煙杯 爸爸,早上 還不早?快下午了 趕快去拆下吃早餐,快點 霸南花味的情況 爸爸真的知道我心意 來… 爸爸,有總餐吃嗎?謝謝 對了,二妹,我一會兒開機洗衣服 有沒有衣服要洗? 我的衣服白色的 不過要跟其他衣服分開洗 等吵架一機才洗 不用那麼麻煩 我一會兒幫你洗 謝謝,爸爸 糟了,昨天忘了創了一條裙子 去了哪裡? 二妹 什麼事?爸爸 爸爸,是否這件呢? 爸爸,你還幫我拖起來 是呀,我洗完就順手拖起來 爸爸,我回來住真的好 好像爸爸還沒嫁的時候很爽 你好,女兒 這餐是我的 有好事發生嗎? 她幫大小姐談一件生意 大小姐稱讚她很好 媽媽,你自從回到梁家住以後 整個人都聰明了 看來你這個別居婚很適合你 老婆 老公 你昨天去哪裡了? 我公司經常都不見你 我發訊息給你,你又不回覆我 昨天我跟大小姐出去見客 之後又要忙一些文件 對 那今晚呢?今晚有空嗎? 如果有空的話,不如我們吃飯吧 好呀 好呀,那地點我待會再發給你 記得盡時度 好 再見… 老公,又約我吃飯? 你怎麼還要我回家? 驚喜 很棒 你親子下廚嗎? 看你的笑容就知道你一定很喜歡 坐下吧,你的專屬貴賓座位請坐 乾杯 看月 今晚這麼開心,不如留在這裡沒回家吧 不,我覺得最近我們分開都很好 我跟你狀態也很好 那…我送你回家吧 很久沒聽過這句話了 很有以前不拍拖的感覺 老婆… 先看看 好像瘦了,很久沒見你了 他們真的瘋了 明明已經日夜見了 還說很久沒見 他們正在別居分 難怪Mary姐最近好像少了一會兒 主婦還沒了 說什麼?你英俊 英俊說得對 你現在不用擔心家裡的柴米油鹽 就是專注扮靚 整個人的氣質都不同了 真的嗎? 那我不是少女了嗎? 我肚子餓了,真是少女 謝謝 再見了,我們約了星期日 記得我下午一時來接你 再見… 你們打算分開住到什麼時候? 如果有工作的話就繼續下去吧 健康修,男人太自由,會生癢的 我和工業兩個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他不會出軌的 我也覺得工業是不會的 那我再想多了 到了星期日我穿什麼衣服呢? 你呢? 二妹,兩點了,還沒來? 我發給她的訊息一個都沒有回覆 不是吧,爸爸,我回家看看她 這麼暖?大家還來嗎? 老公 怎麼會有一個人躺在這裡? 難道真的被Rebecca說中了嗎? Andy? Mary? 遮什麼?你又穿了衣服的 對了,不過在人家床上 總是好像有種被人捉奸的感覺 你跟我出來,關門 工業昨晚跟你們看球看得很開心 對了,然後喝大了,你約了我也忘記了 她喝大了,不過不是因為看球 是因為你 我? 我幫她的門 她根本不知道那些什麼別居分 她之前哈爾濱一個人住 多想回來跟你住 誰知道她想分開,她怎麼會開心? 工業一開始有點抗拒 但不至於不開心 她只知道令你很辛苦 所以不想勉強留住你 她開始改了 不讓你再上來看球 你又不姓馬 中午一晚找我上來賠婚 她有什麼事?受了什麼刺激? 那些品牌抄了這麼多 要找你來代替我? 她肯定不肯,還在等著Elaine 她找我上來賠婚 是想擲怪有人在旁邊 我現在每晚被她伸下床 一晚伸幾次 整個腰圈就被你伸斷了 有時候被你伸完下床 都懶得爬上去 每天都在地上睡醒 但剛才你還在床上 難道老公練習成功 不再踢人下床? 老公,有好消息,老公 老公,有好消息 你發燒 難怪她沒有踢我下床 原來發燒… 一定是你,搶了她的屁股,令她生病了 我來培訓,又不是她老婆 誰會想到這麼多? 老公,一天最壞都是我 小小事就說要跟你分開住 令你這樣 老婆,我發燒了 我替你看醫生,不用怕 我不會理會這麼多 我會搬回來 以後有什麼問題,我們一起解決,好嗎? 爸爸,那我搬回去了 是呀,因為工業她失去我 她不會照顧自己 那就好,兩夫妻應該一起住 對了,我買了漂亮的海味 你跟我進來吧 好…真的很需要說說 謝謝你,初君 停了,那個藍牙喇叭挺漂亮的 留下給叔叔用吧 漂亮也不關你的事 我兒子買的,給你 你試試喝給我 我真的跟哥哥說 你搬走是你嫌他煩的 你怎麼知道 送給你了 我打算帶你,你這樣也被我帶到 哥哥真煩嗎? 最初回來住,爸爸可能知道我累 他也盡量不會騷擾我 但是了,最初一會兒就來了 為何爸爸半夜三更 他這麼多次廁所呢? 要不去看醫生嗎? 好,爸爸,我不用用餅了 好,我終於吸塵,我想睡覺 說著我可以睡到十八個小時 完全是因為我太累 爸爸才吵我不醒來 不過哥哥不會叫你回去看球 起碼不會騷擾你 但是爸爸有別的東西騷擾我 爸爸,進來吧 姨妹,你幫我看看 他打出來的只是英文 打不到中文 爸爸,我跟你說過 這裡有一個鍵盤選的 你選中文鍵盤就可以了 好… 好了,不妨礙你做事了 什麼事?爸爸 姨妹,我要開機洗衣服 你有沒有想要洗衣服? 沒有,昨天洗完了,不用洗了 好… 姨妹… 他每隔幾分鐘,是幾分鐘 他就我進來問我一次 不是問我欣賞紅棗水 就是問我喝什麼三藥湯 我煩得我,根本做不到事 哥哥也是關心你 我也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都相信他要喝紅棗水 但是,有一次給我發現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原來我爸爸 整天晚上買了一些便宜的紅棗 回來做紅棗水,完全不甜 然後他加了大半包糖 一路以來,我豈不是吃了很多糖? 我搬回來一個星期,肥了五磅 我帶來的褲子已經不適合穿了 都放在這裡 所以工業沒有餅也好 我都要搬回去 阿水,看你的腰子很便宜 如果你是屠宰牆的豬 現在就像湯特了 我怕你不讓你,豬爆裂爆裂 阿公,你老婆很胖 我每天都會搬回來 是